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 這個不是事實 現在就等我帶你們去 疫情下的美國廢城看一下 Let's go 我現在是一個位於 美國廢城的小鎮 叫做Chesner Hill 栗子山 Chesner Hill是一個比較安全 舒服和很乾淨的住宅區 而美國的人口並不多 所以無論疫情前後 都是沒有什麼人在街上走路 真是想找個老人聊天都難 所以美國人難得有機會 說話就雞竿不斷 真是口水多過浪花 我來到Fresh Market 現在間間超小都規定 進去買東西一定要戴口罩 或者遮住臉 眨眼看過去貨品都幾齊全 但如果在這個時勢 你還是那些一定要吃挪威三文魚 或者只是飲意大利礦泉水的人 我只能夠衷心地祝福你 不要餓死啦 看看這瓶賣6.99美金的蛋黃獎 我吃了都應該會生蛋 這兩瓶Miso反映出 無論在世界哪裡 日本食物就是貴 這三瓶豉油 同一瓶魚爐做著大特價 最平的瓶只要16.99美金 而第一瓶是經過威士忌帳墓桶陳漾而成的 我今天的目標就是國產杏仁奶 成為三國九號狗 Hi 大家好 我是Chilton 我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 我在超級市場見到很多不同的植物奶 有這個常見的豆奶 有杏仁奶 有腰果奶 還有飯奶 你沒聽錯是飯奶 我好奇之下 我就買了一罐 這個杏仁奶 來試試 然後一喝下去 嘩!真是很滑 口感很像牛奶 細心之下 就看了這盒杏仁奶的材料 OMG 我學了20年英文 但上面有很多字我都不懂得看 這裏就是它的材料清單 上面呢 第一樣材料是 Almond Milk 就是杏仁奶 下一樣是 Vitamin and Mineral Blend 就是下了維他命和礦物質 下一樣是叫做 Sea Soft 海鹽 接著是 Locuse Bean Gum 不知道是什麼 Gelard Gum 不知道是什麼 Ascorbic Acid 不知道是什麼 還有一樣是 Natural Flavor 就是這個天然的味道 但它沒有說它是下了什麼天然的味道 所以我今天除了試喝這盒杏仁奶之外 用攪拌機打一杯杏仁奶出來 來看看和它有什麼不同 今天用到的杏仁45克 還有水350毫升 把這個杏仁倒進攪拌機裡 然後再把水倒進攪拌機裡 現在蓋起來就可以攪拌了 首先是由一檔開始開 經過漫長又緊張的等待 這一壺自製的杏仁奶終於打好了 剛剛打開就聞到很濃的杏仁味 還有聞真的一點 它有一點點牛奶味 看到它的4粒感都很明顯 尤其是在這個攪拌機的邊邊上面 殘留了很多杏仁的碎粒 大家可以看看 看得出它是滑順滑漏很多的 現在我就要喝一下自製的杏仁奶 是什麼感覺的呢 它是很香 杏仁味 因為可能它是我買的杏仁是焗過的 但喝下去它是有一種很細微的渣的感覺 然後再喝超市買的杏仁奶是什麼感覺 它的杏仁味其實不是那麼香 但喝下去是很滑溜的感覺 但說真的杏仁味真的不是很濃 所以如果給我再緊的話 我還是會選自己做杏仁奶 雖然麻煩一點 但喝下去杏仁味比較重 至少這裏是加入的杏仁奶